外号小宗的郑元唱当初在几家朋友的介绍下进入到模特公司接受专业风链 往后在03年跟SG成员成佳华和演台湾电视剧才正式加入娱乐圈并且无人所熟视 之后他和林一成这一对精彩影幕搭档的一系列台剧更成为秀施的保证 而郑元唱在东南亚的人气简直是一时无量 自信伙同在家和演舞台剧的郑元唱更加眼而悠哲唱 推出专辑情天乐台还去到上海 跟粉丝们来听距离接触 有你手带着阳光的歌唱一首歌唱了你的心 有你手带着阳光的歌唱一首歌吻了你的心 这人唱的这位舞台台今年确实挺厉害 首张专辑打马两万张 来前来林几年一起拍摄的新吻乐录像 这人他都说 不拍摄会考虑一下展示肌肉与打写歌迷 在未来有朝一日 可能会在我的戏剧作品上面 或者是在其他的工作上面 我觉得会在最佳的时机 最佳的场合展现给大家看 江米吉是一月底 正元场来到香港的时候 有粉丝趁机偷吻他 上海这群粉丝就斯文很多 虽然正元场坦言被偷吻的时候 的确有点被吓到 不过一向很爱粉丝正元场就说 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而折磨歌迷 我那时候当下完全没有尴尬 完全是被惊吓的状态 相信很多网路上应该有很多 就是那时候的影片 其实我完全就是呈现了 像被烟火那种爆破吓到的那种反应 因为实在是太突然 我觉得跟粉丝们之间的关系 建立像是知己知异的这种态度 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去管教我的歌迷 我觉得我跟我的歌迷完全是呈现一种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的这种心态